这几天啊 贾浅浅挑起了大家的无名奴火 写的诗不堪入目 却靠着父亲的光环 他而皇之地成为大学副教授 还要进入中国作家协会 贾浅浅的那些诗 大家肯定都看过了 什么水平呢 曝光是低俗 简直就是对诗歌的侮辱 很多人都说 原来写诗这么简单 会敲回车键就行了 随便说一句话 分成几行 就是一首诗了 其实回车键诗歌 并不是贾浅浅的首创 早在16年前 就已经被赵丽华玩的出神入化了 而且当年引起的轰动效应 比今天的贾浅浅还要大 冲击力更猛 2006年 网络上突然爆红了一首诗 就是赵丽华写的 一个人来到田拿西 来看一下 毫无疑问 我做的馅饼 是全天下最好吃的 就是这么一句 原本简简单单 毫无意义的话 被分成了四行 就成了一首诗 顿时在网上引起了一股热潮 骂声一片 经过大家的挖掘 发现作者赵丽华 还写过很多这样的诗 比如这首 一只蚂蚁 另一只蚂蚁 一群蚂蚁 可能还有更多的蚂蚁 还有这首 赵又林和刘又元 一个是我侄子七岁半 一个是我外甥五岁 现在他们两个出去玩了 您看了是什么感觉 这就是诗吗 是什么玩意儿啊 在人们的传统印象里 诗歌就应该是唐诗诵词那样的优美典雅 即使是现代诗也应该像徐志摩 海泽 北岛那样充满了诗意 可想而知 当这些毫无意义的回车箭诗出来后 引起的荒动效应有多大 再看看贾浅浅的诗 其实就是食人牙会而已 都是赵丽华玩剩下的 只是因为他有个叫贾平蛙的父亲 才引起了大家的热潮 不过不管大家怎么骂 人家都活得很好 有背景的贾浅浅就不用说了 就是当年那个名不倦经传的赵丽华 后来也成为国家一级作家 还担任过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评委 诗选刊编辑部主任上哪说了一句 好了欢迎点赞 关注历史客栈 王美丽每天都在